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哥 今天我在尼泊尔石头加大满豆 今天我准备头部去尼泊尔这边最大的一个平民窟 因为昨天有两个朋友他们去的 他们说那边的话 找对象的话比较好找 因为他们在那边找了个对象 今天的话我准备到那边也去看一下 到那个平民窟那块去看看 我现在准备走路去了 我刚看一下地图大概有十公里 走路的话得差不多两个小时才能走得到 坐车的话我也不知道做什么车呢 不知道什么车可以可以做得到 我刚问他们做什么车他们说也不知道 他们说昨天也是头部去的 然后头部回来的 因为在尼泊尔这边 他那个车也看不懂 也看不懂字 所以不知道怎么做车 打出车的话有点太贵了 所以就整个人走路过去 刚才是9.8公里 现在我走的好一会儿的 还有7.8公里 现在我走路过去 然后顺便再找个地方吃饭 找个地方先吃点饭 一边这边的话 我刚刚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因为这个外面光线太强了 这个地图的话 又是太黑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反正总共下来是9.8公里 现在走了有 转接2公里了 我还不知道这个路线 我现在得一边走一边倒 一边走一边看手机 然后查看这个最近的路线 在尼泊尔这个街道上走路的话 真的太费劲了 有很多地方摩托车特别多 其实都要小心这个摩托车呢 我2019年来过一次尼泊尔 现在2023年了 四年过去的 尼泊尔这个街道还是原来的样子 一点点都没变 系组设施还是以前的样子 没有一点的更新 尼泊尔这边的话 这个交通非常患乱 交通真的是太混乱了 每天这个车人乱七八糟的 反正就是感觉没什么秩序啊 而且这个漏也特别窄 漏真的太窄了 最近是尼泊尔的雨季啊 这两天是千天下雨 在这尼泊尔这边还比较奇怪 它每天是晚上下雨 白天它就停了 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是大暴雨 雨非常的大 然后到早上的话它就停了 白天太阳很好 天气很舒服 尼泊尔现在大街小巷都是这种小巷子啊 这种特别窄的这种巷子 这个地板都是跟拉萨有点像 都是这种石头铺的这种地板 这种石板 拉萨那边街道上很多也是这种石板 尼泊尔这边也是 这都不知道铺了多少年了 这个石板很多都烂掉了 它也不更新也不换也不修复 反正就是就是这样的 那尼泊尔石头这个大街小巷像个迷宫一样的 到处都是这种很小的这种很窄的这种街道 这种小巷子特别多啊 加特马路几乎到处都是这种小巷子 楼房又盖得高 然后马路又窄 巷子又深 然后拐来拐去拐来拐去 真的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迷宫 第一次来的话 经常搞不清楚就弄错了 就走错了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走着走着就迷失方向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经常容易迷路 它这路到处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 很容易迷路 这里是尼泊尔这边的一个 服装批发机器啊 这里全部都是批发衣服的 这里的衣服 这里的衣服非常便宜哦 真的非常便宜 基本上都是几十块钱一件 还少有超过五十的 大部分都是一二十块钱 二三十块钱的比较多 我现在准备先找个地方吃饭 先吃点饭 然后再喝点水 哈喽大家好 现在走路了很久 嗯 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个 平平坡这块 有点远 现在有点远 嗯 最主要是我不知道坐车的路线 本来想坐车呢 所以他尼泊尔这个公交车 也不知道怎么做呢 搞不认识的东线 嗯也不知道坐哪一路公交车呢 只能走路的 做的好长时间了 走的有点累了 送我这个天气还是有点热 嗯 走路的话还是 有点热不走路的话还刚刚好 因为不走路的话你这个有意义的地方还好一点 走路的话我在这个太阳底下走的话 是不是算了我还有一点受不了 这是尼泊尔这边的这个街道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是尼泊尔的公交车 这边 往前走就到郊区的 越走就越偏僻的 嗯本来我想把走路的这个全景全部给大家拍下来呢 嗯 后来我一想这样全程走路下来都拍的话 虽然说能看到更多的这个风景更多的这个美景 但是时间太长了 像我全程走下来差不多得我得两个多小时 我要两个多小时都拍的话 嗯嗯 视频太长了 大家也没时间看 关键我也没有那么多话要讲 我要是光拍这个马路不讲话的话 这个景色大家看到又觉得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就走一走 嗯拍一拍 然后哪里风景好的话我就给大家拍一下 风景不好的话就不拍了 我这个云台现在电量也不够 这个云台用的时间长了 电量啊 充电充不进去的 所以他每次充着电他不耐用 出来在外边随便拍一下就没电了 这个云往郊区走 这块还没有失去那么拥挤了 你一边的市区真的太拥挤了 房子盖的密度非常大啊 而且你一边市区的话 人和密度也大 街道也非常的窄 现在走到郊区一户 这边的话 房子密度也没有那么大了 人和密度也没有也没有那么大 嗯马路也比市区的话宽了很多 在市区的话 马路基本上 两个车变快的话都走不开 在郊区的话这边终于看到有这个 双车道的啊 这个应该叫四车道 大家看一下 这会儿的话相对来说 我感觉比市区还好一点 做得好累 刚刚我买了一个大黄瓜 嗯 100楼币 大概5块人民币 刚吃了一个大黄瓜 嗯 因为走走走着有点热有点渴 糖瓜吃以后没吃饱 我又去尼泊尔餐厅 吃了两个鸡蛋 一个鸡蛋25楼币 一块一块多一点 两个鸡蛋的话就是50楼币 大概2块5 嗯 一个鸡蛋和一块一块毛五 还是挺便宜的 嗯吃两个鸡蛋 我又又喝了一瓶可乐 60楼币 大概2块5左右左右 嗯 又吃一份草面 嗯鸡蛋草面 八十楼币 三块多 三块多还吃一个 你一半当地的那种 那种烤包子 也不知道是叫烤摩摩还是烤包子 反正不知道叫啥名字 那个东西也是个一块多 还喝着一杯奶茶 一杯奶茶非常便宜 嗯 我先吃个 也是一块多吧 一两块钱 反正今天中午 我吃的非常豐富 总共花了 嗯三百五 三百五楼币 大概也就是不到20块钱 说了你一半这个消费还是 相对来说比老挝要低的很多 啊我刚刚应该把吃饭的过程拍下来 刚才一会儿我又忘记拍吃饭的过程了 嗯我今天吃的真的非常划算 嗯我在一个城中村里面吃的 在一个小上司里面 小上司里面吃的那个 当地的餐 真的挺划算的非常划算 鸡蛋材一块多一个 我一口气吃两个 又喝可乐 又吃那个烤包子 又吃炒面又喝奶茶 嗯吃掉鸡蛋包子 嗯奶茶炒面 可乐 吃的五五种 花的二百五十肉币 嗯因为在外面吃一个黄瓜 等于说吃的六种 下来三百八 下次我吃饭的时候 我给大家全程拍下来 嗯我把吃饭的过程 给大家全程都拍下来 今天中午 当时我忘记拍了 那会儿因为我肚子比较饿 我也着急吃饭的 所以我也就没有没有拍 因为在那个餐厅里边 老板全程跟我聊圈的 他在中国餐馆上过班 他不经常和我说话呢 所以我也就 就没拍 我现在组的这块 是泥巴尔这边 最大的一个电子市场 这块是卖 卖手机的 卖电子产品这一块 这块也非常热闹 热闹 我感觉这块的话 年轻人比较多 这块女孩子比较多 泰米尔那一块的话 就是外国人比较多 外国人大部分都集中在泰米尔区 这一块的话 离泰米尔大概有个 五六公里吧 这块的话 不是市中心 靠近郊区的 但是这块应该也是尼泊尔的一个商业中心啊 这块人还是挺坐的挺战闹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女孩子也比较多 他们说这块基本上都是学生啊 很多学生都来这边玩 昨天我来过一次这里 走的太热了 又买了一盆水 二十多币一块钱 泰米尔这边矿钱水的话确实便宜 一块钱一大便 泰米尔这边的话真的到处都是人 跟老挖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老挖是一道郊区到处看不到人 人配长少 那泰米尔这边的话人是非常多 不管不管走到哪里都是 人买为患 教室的话你看 也是人很人很多 啊哈喽大家好 在泰米尔这边啊 我走差不多有快十公里了啊 一直都看不到这种绿草的这种环境啊 在泰米尔这个市中心 嗯到处都是这个乱造造造 环境感觉特别不好 走到这一块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环境还可以啊 还好有点滤化了 嗯有点滤化了还 看着还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上面有当地人的这个篮球场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上去拍一下 这个 当地人在这边打篮球呢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篮球场 这个是 走球还是 这个是排球啊 得排球 啊我这个太陋了 我平时我也不打不打球 任何球我都不打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块环境还是不错啊 好多人在这看呢 我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再大家看看这个泥巴这边的风景啊 这块环境比市中心的话好多的 而且马路也宽了很多 我在泥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马路啊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看到的很多马路都是又窄又破 路况非常差 这条路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路况比较好 而且也比较宽 泥巴这边有很多这个重冬村啊 到处都是这种 村民自建的房子啊 高楼大厦几乎没有 反正就像国内的这个重冬村 一片重冬村 嗯 这边是 泥巴二十度的飞机场 这块全部围起来的 这里面就是 国际机场 哇 这里是国际机场 那这里离泰米尔还有好远 我来的时候下了飞机 从这里打车 到泰米尔花了八百 差不多四十块钱 哈喽大家好 他们说 这个河对面就是尼泊尔这边的这个贫民窟 但是尼泊尔这 但是尼泊尔这边的一个贫民窟 嗯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个巴基斯坦那个贫民窟 没有那边那么穷 我之前看我别人拍的那个 巴基斯坦那边的那个贫民窟啊 感觉那个特别穷啊 那个房子也特别的烂嗯 特别特别破旧 但是到这边以后我看这边 没有那么穷 这边的房子 还行吧 实际上说房子比较小 啊还是 到这边的话还是有一点有一些不好的铁皮房 这边的话 这房子看着有点不好 都是大的这种 铁皮房子 但是外面看着都没人 我走了一圈看着都没什么人 这里 嗯 刚刚下去到这边看一下 嗯 这边现在基本上都没住人 房子现在大部分都是空的 嗯 偶尔有几个房子里面住的住的一些老人 嗯 其他的房子大部分都是空的 嗯 昨天那个那个哥们他说这里是 你一半最大的贫民窟嗯 但是我过来看一下 也不大嗯 房子大的小小也就是有几十个 这种铁皮铁皮房间 而且 大部分都是空的 都没怎么住人 你一半这边的话他现在 总体来说发展呢 发展到现在也不算太穷了 现在基本上也都是一事无忧 想要算没有太多的这个 钱 但是老百姓吃饭 什么的 还是还是没问题 嗯 可能是很多人工资比较低 没有太多的这个零花钱 但是 但是最基本的这个生活保障 还是没什么问题啊 是喝不出 嗯 现在我马上到你一半这边这个山上了啊 现在是在这个山脚下 这个山脚下的话 这房子盖的也都挺不错的 基本上都是别墅 你一半这边他这个郊区和市中心啊 基本上差不多的 他都是这种别墅 反正 嗯 郊区农村也是这种别墅 他市中心也是这样的别墅 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 嗯 他这边郊区农村啊 说实话总体来说 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嗯跟咱们国内的农村 基本上差不多了 你看 咱们国内的农村 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别墅 这边也是啊 大部分都是别墅 河边这边有一些棚子啊 嗯 但是不多 大部分的话 也都是没什么人住 反正这里没有想象的那么那么穷啊 没有巴基斯坦那边那么贫困 巴基斯坦那边成片成片的那种贫民窟啊 非常的非常的就是穷 房子也非常破 巴基斯坦那边的话真真真真是平原窟 那边的话 嗯 嗯 确实有点残不忍度 但是你一边这边的话重起来说还还算可以 嗯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哥 现在我从这个泥巴这个贫民窟然后回去了 然后准备往回走了 嗯 过来突破了差不多10公里 嗯 回去的话大概还得10公里突破 嗯 总共下来就每20公里的这个突破 你一边这边送外卖大部分都骑的是自行车 我看到好多外卖小哥儿骑的都是自行车 嗯 国内都是骑电动车送外卖 嗯 你一边这边的话 基本上 还是有骑摩托车送外卖的 骑摩托车送外卖的 我只我只遇到有个别的 大部分都是骑自行车送外卖 嗯 可能是我在节约这个成本吧 嗯 送一代外卖也挣不了多少钱 然后在骑摩托车的话 来回油费油油贵 所以可能可能都挣不了多少钱 因为你一边这个油价也比较高 嗯 外卖的话 一代外卖的话也挣 哎 挣个几块钱吧 如果再骑个摩托车 基本上一千就 就白忙活了 就不挣钱了 所以很多人都骑的自行车 我现在准备往回走了 准备回去了 大家说这个我刚刚在路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大爷 遇到一个泥巴尔的这个大爷 他是他 他是他生病的 让我给他一点钱 他要他要去看病 然后我现在给 整个给他一点钱 他说他脚受伤了 脚受伤的话我要 让我给他给他一点钱呢 他说他买了很多药 现在没想要看病了 然后我看你脚 脚烂了是吧 脚烂了 脚烂了 哇他脚烂了200 给你个200 好 哈喽大家好 刚刚我走在路上 然后遇到了一个老大爷 他那个脚受伤了 他脚不是是摔了一脚 还是 还是撞到哪里了 然后脚受伤了 然后刚刚 然后刚刚他遇到我的 他说让我给他一点钱 然后买药 他腿 他的脚 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受伤了 反正我过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脚 然后我受伤了 在那边坐着呢 然后他就给我打招呼了 他就过去嘛 反正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的 他反正那个意思 属事啊 就是说让我给他一点钱 然后他要他要去买药 嗯 然后去去看这个脚 反正我看严重的不太严重 能走路 嗯 但是走路的话 有一点 有点 就是个就是痛 怕说有点痛 然后我就给了他那个 嗯 几百楼币 给他几百楼币以后他就走了 嗯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哥 刚刚在这买了一盆可乐 这盆可乐差不多 就是说 将写五块钱啊 还挺贵的 嗯 五百欧升的这个可乐 嗯 九十楼币 这块人民币差不多将近五块 嗯 三一半的话 这个 啤酒饮料真的是挺贵的 啤酒一瓶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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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碳山银的 反正 五百欧升的这个 基本上 基本上都得五块左右 四块多 比肯定的价钱就够了很多 大家看一下 现在雨下的很大 嗯 嗯 那我也没法回去的 只能先暂时坐在这里 嗯 避雨 嗯 然后说一下 在泥巴尔早出现的这个事情 在泥巴尔的话 早出现真的比在老沃的话难多了 在老沃的话 今天都有女孩子 让你请吃饭啊 基本上 每天都有女孩子让我请吃饭 请喝啤酒 呃 让我买这个买那个 嗯 在老沃的话 换吃换菜的女孩子比较多 在泥巴尔这边的话 几乎没有混吃换菜的女孩子 嗯 就是你想请吃饭 都找不到人 想请吃饭 她们都 她们都不愿意让请 她们都害怕 都不吃 嗯 在老沃 是天天当前班 移动的虚幻机 在泥巴尔的话 你想当前班 都没有这个机会啊 我觉得想在泥巴尔找我老沃的话 还是要胆子大 还是必须要胆子大 胆子小的话 肯定是找不到的 如果胆子小不大善的话 我觉得在这边 不要说待三个月 就是待一年都没用 嗯 我遇到的 能找到的 基本上都是 都是胆子比较大 然后口才相对来说 比较好一点 嗯 沟通交流方面 稍微好的 她可能能找到 性格如果摊内向 性格摊内向 在国内找不到 哎 到国外我不记得找不到 性格摊内向 半年话都说不出来 你在国外 你如果 跟在国内一样 性格内向 你扣 你扣别人来主动和你聊 那基本上没什么希望 你一半的话 你如果不主动去和别人说话的话 别人可能很难主动和你说话 你一半这个思想比较保守 你一半女孩子 她一般不会主动和你大善的 你主动和她大善 她都不一定理你 都不一定愿意和你说话 你如果不主动大善的话 你想靠别人主动大善你的话 我估计待一年也找不到 嗯 经济 经济方面肯定是要好一点的话 嗯 相对来说能更容易找老婆 但是 个人这个自身原因 自身的这个性格 自身的这个沟通 沟通 沟通能力 语言交际 这也是占很 占相当大的这个作用 如果 这个沟通能力不强 本来这个语 这个英语都不会 尼巴尔语也不会 如果你这个 嗯 再不沉意沟通 嗯 说也说不了 然后 也不敢大善 其实有段时候 不管你会不会说 但是你必须得 得迈出第一步 嗯 得去敢说 即使你说的不好 用意说的不好 嗯 说的不保准 即使你说错了也不要紧 但是你必须得敢说 你要是不敢说的话 基本上更为更为更没有什么机会 嗯 反正过来找老婆的人 也也也很多了 嗯 特别是最近这场线 我也遇到了很多 嗯 嗯 反正大家要想来尼巴尔找老婆的话 还是得深重 深重 嗯 嗯 并没有那么活躁 并没有那么活躁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得到的 嗯 好 今天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觉得我讲的有点太太啰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